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外我们也特别关注到有关于几位前金融大亨的案件也正在进展之中 比如有关于许家印 许家印根据恒大在港股上市的公司所发布的公告 他本人已经在配合有关部门的调查了 现在听到的是恒大以及许家印本人已经被证监会处以定格罚款 那么除了许家印之外 我们还想到的是海航的两位前高管 一个是陈峰 另外一个是谭向东 两人现在已经是官宣被捕了 但是这个案件呀 迄今已经好几年了 迟迟不见下文 同时啊 我们在六度解析还为大家介绍了另外一位之前非常风光的房地产大亨 可以说是跟许家印齐名的王健林 为什么他似乎现在呀 是我们叫做这个九死一生 是逃脱了许家印的命运 但是总体来讲啊 我们看到针对金融领域的一系列反腐 针对房地产等等这些曾经叱咤风云的行业的大亨 现在呀 中国的这个法律以及行政手段似乎是相当的严峻啊 到底这个背后反映的是怎样的一个现实 中国和美国在处理这一些我们叫做忘记初心 没有牢记使命的这一些人士啊 他们的这个案件的时候 又反映了中国和美国司法系统的怎样的不同 鲁明先生 美国的前总统川普啊 被这个定罪啊 而且呢根据美国的司法的已经产生的案例显示出来 他要通过上诉跟自己洗清罪名的难度 是非常非常之大的 虽然这个案件里面的证人啊 受到一些唯词 但是他因为整个的涉嫌犯罪的链条啊 是比较的清晰 所以呢 在这个最终给他定罪了 要上诉的时候 是由三位法官最后来审理 推翻排除团的这个案子 难度是非常之大的 但是这样一个案件对于反对川普的人来讲 是一个胜利 或者是相信美国有司法的人也是个胜利 但是对于美国的很多民众来讲 未必是这样 在他们看起来这是一种政治迫害 那么川普前总统在法庭之外发表很多的言论 也是抨击美国的司法 从检察官到法官到陪审团 那么这种行为 往往是作为被告在法庭审问过程中间 是最大的机会 因为最有可能定罪之后 以此而对你进行重重的这个量行 那么这一点 中国和美国一样的坦败存宽 对吧 在法庭的审理是这样 但是呢美国的不仅仅是一个总统 第一次 是先的总统 第一次被判刑 更重要的是美国的撕裂 已经非常之严重 它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的撕裂 是一种对法律的一种尊严的一种不信任 那么我们在今日华尔街的一些节目里面 披露了很多的有趣的这种情况 比如说在审判的当天跟十二位陪伤团 最大的不同是一批很有影响的 非常有钱的华尔街的大脑 在一起密谋 怎么去支持川普成为这个总统 这其实在某种程度上 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对川普的支持 而且更重要的是对法律的判决的巫师 这个是美国现在进入的另外一个危机 就是司法的尊严何在 这是美国的问题 中国的问题还要继续谈吗 还继续谈 美国的问题其实还有一个案件 郭文贵的案件也是非常受到关注 在郭文贵的案件里面 居然出现了一位证人 我们现在搞不清了 到底是证人还是恶底 如果是证人是不是叫恶底证人 恶底证人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你可能达成了认罪协议 还有一种情况呢 他根本就不进入司法 但是按时你可能会进入司法 这个时候你自愿成为这个证人 所以在存在的法庭上 辨别一个人到底是恶底证人和证人 有时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事情 但是更有趣的是 这样一位凯林女士 在郭文贵的历史的盘问之下 他居然承认自己跟联邦调查局工作过 但我们现在并不知道 他曾经工作过 后来到郭文贵的公司 或者什么基金会工作 是不是恶底 还是说呢 他是个普通的员工 这一点我们现在很难辨评 但是郭文贵先生 能够从中国 骗了这么多 也不能说现在骗吧 在中国跟这些权贵们 如此的 这种密切的交往 可及中国的权贵的腐败 但是他能够到英国到中东 也尤其到美国 跟这么多的权贵迅速地混在一起 我不是说五百年第一个 我认为一千年一个 甚至五千年可能独自一人 但他现在面临一个非常艰难的问题 就是说怎么逃脱法律的这种一种惩罚 难度似乎比川普要大很多 量刑也比川普大很多 那川普的那个罪行加在一起 最高刑期判大概是一百三十多年 但是事实上我们知道 真正在量刑的时候 他可能真正坐牢的可能是比较低 因为他不属于暴力犯罪 属于白领犯罪 而且没有前科 所以很多的因素对川普是有利的 但是同时很多因素对川普也不利 但是这件事情还是反映出了 美国的司法面临着很多的挑战 像格文贵家的事情 这么长时间才进入一个司法的程序 这很多人都不可理解 那中国的问题令我很不安 我不安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事从内小民被判死刑之后 又有一位人被判死刑 虽然我现在名字记不起来 我也没去看这个案子 我只要讲到这个事情 我心里面是非常难受的 虽然我跟大家一样的 可能是厌恶这个腐败 但是经济上的罪案要实行到判死刑 这个还是要千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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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小心 那小民的我认为不应该判他死刑 就是判他执行 那么何况是现在另外一个人呢 我觉得中国这个死刑呢 是世界上死刑最多的一个国家之一 那么也许是最多的 我具体没有合适 作为一个现代文明来讲 我们要反对死刑 应该慢慢成为一个 我们对现代司法的一个基本的要求 所以我不希望这一次大概杀戒是一个开始 希望他是一种结束 那么中国的这个司法的审判 这个未来还会有更多 很多的权贵啊 在过去三十年中间他们成为封人人物 那么这种封人人物 第一是在缺乏法治的条件之下 状况之下进行报复 什么叫法律的边界 本来就很不清楚 按照郑小平那种说法 不管黑毛白毛 做到老鼠是好毛 那就不管你是犯罪还是什么样 我挣到钱就是这样的 郑小平的很多的想法和提法 是有根本性的错误 但是这种根本性的错误 在当时的反应之下 又成为中国改革的很大的一个推动力 所以我们回头怎么去看待这些经济犯罪的问题呢 我一时即时建议习近平先生考虑某一种特色的方式 在某一个阶段之前的一些犯罪啊 还是要重新处理 当然实际上他们也这样做了 18大之后才怎么样怎么样 中国的经济犯罪会永远继续下去 30年之后 50年之后还会有经济犯罪 但是从判死刑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要特别特别强调出来 我不知道这个李奇博士你是怎么看的 的确啊 这个说到死刑的这个问题 实际上在美国的司法界也有很多的争议 那我们知道美国不同的州对于是不是允许死刑 其实是有千差万别 但是整体来讲呢 从过去几十年的趋势来看啊 是越来越拒绝直接把死刑作为 我们叫做任性的手段 那么即使是非常严重的罪行 现在更多的采取的是 比如说终身监禁不得保释等等 这样一个方式啊 对 那么这个呢是 在这个警察界有一个话叫 get the needle什么的就是说 被针头碰了一下 实际上这是对于死刑的一种比较委婉的一个称呼 但是其实在整个的法律界啊 是面临非常大的一个伦理的争议 不仅仅是法律界 其实有很多宗教或者是这个这个人权人士啊 也是对于这一点非常的反感 特别是随着最近啊 随着DNA证据的出现 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 过去有一些被判死刑的 所谓罪大恶极的这一些罪犯实际上是某一种冤案 那么怎么发现他们是冤案呢 实际上就是说在这个 一个一个这个叫我们叫做重刑的囚犯啊 往往呢有和检察官合作的这样的一种动机 就是和检察官合作 哎 我说啊 我在晚上听到了我隔壁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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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人承认 他曾经杀了谁谁谁谁 哎 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和检察官获得合作 为自己洗脱罪名 那么如果检察官啊急于结案 因为每一个我们说啊 每一个这个这个这个执法 哎 司法系统都希望能够把未结之案 迅速的结掉 哎 他们往往形成这样的一个利益关系网 结果就导致很多啊 被判死刑或者是被揭发 曾经有过犯罪经历的人 后来被发现是无辜的 这也是现在对于死刑谨慎使用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另外呢 在美国大家越来越发现了 就是所谓的一些重刑犯啊 其实并不一定是这个人本身最大恶极 往往可能跟他处于的环境有关 跟他成长的这样一个家庭背景有关 跟他的精神状态有关 跟他有没有得到社会很好的照顾有关 所以啊 在美国的这个司法界 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说没有一个人是天生就是残缺的 他只是被我们社会的重权啊 就是积掉了他理智和人性中宝贵的一面 所以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到底是惩罚个人 你还是修正整个系统 这就成为了一个根本上的问题 那比如说在我们熟悉的加州啊 加州原来呢 是对于我们叫做少年犯啊 有着相当相当严重的这样的一个量刑规定 那我们也知道啊 加州很多的这个 我们就是说帮派犯罪在一些地方还是非常严重的 那么在美国的这个法律体系内呢 对于帮派犯罪呢 其实处理的刑法是相当严峻的 但问题是什么呢 很多帮派 特别是在加州 比如说一些拉美裔的这一些帮派的参与者 或者呢 是这个亚洲裔的一些帮派的参与者 包括这个就是香港的一些黑社会 还有韩国的一些韩国版的黑社会吧 他们往往是孩子 加入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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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有时候是好多的 加入这个黑社会的网络说 往往是受到各种各样的 这个一方面是我们叫做家庭的经济压力 另外一方面合群的需要 同时啊 有现实追求某一种刺激的 这样一种年轻人的这种感觉 他进入了这个地方 结果呢 动刀动枪 可能给自己带来的是极其严重的惩罚 那么加州之前呢 有专门的这个我们叫做特赦的规定啊 针对某一个年龄啊 这样的一个节点之下的啊 这样的一些重罪犯呢 由原来的终身监禁改喻 比如说不超过20年等等 他们重新回归社会 所以这个问题啊 谈起来非常的复杂 但是我非常同意和明先生说的 就是说真的到死刑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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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限呀 要踏这一条红线 真的是要非常非常的谨慎 特别是在很多啊 我们说中国的这个金融犯罪啊 实际上 呃 成功了 就是这个我们叫做 一笔成功的风险投资 如果是失败了 那么就是啊 这个金融腐败 这个中间啊 还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特别是你在整个监管和司法体系 还没有真正形成完整的量条的时候啊 专门对于个人进行这样 我们说杀鸡警候式的惩罚呀 总是让人觉得在伦理 在价值 以及在整个的这个司法的 这样的一个正义的啊 这个角度来看呢 是缺乏一些考虑的啊 那么到底怎样避免金融腐败啊 王健林和许家印到底差别又在哪 现在面临整个金融行业啊 可以说是风声鹤唳 这样的一个情形 未来到底金融监管的利剑 从何处而下呢 我们在这个六度解析浪中 为大家带来了一系列 来自国际媒的精彩报道 下面啊 我们就一起来给大家回顾 过去一周中 有关于中国和美国的这一些司法诉讼 以及相关的定案经过 谢谢 突发新闻 纽约陪审团在封口费审判中认定 唐纳德 特朗普犯有多项重罪 使他成为首位被判有罪的前美国总统 特朗普在周四背叛34项伪造商业记录 罪名成立 这些记录是为了掩盖在2016年大选前向成人影星斯托米 丹尼尔斯支付的封口费 检察官称 特朗普主导了一项更广泛的计划 通过隐瞒他与女性的所谓性关系故事来影响选举 这项定罪为特朗普在面对现任总统乔拜登的竞选之路上设置了艰难的法律和政治障碍 作为共和党推定的候选人 特朗普多次攻击此案为民主党干预选举 他可能被判多达四年的监禁 但他肯定会提出上诉 并可能在此过程中保持自由 特朗普否认与丹尼尔斯油染以及伪造记录 该判决是美国政治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时刻之一 迫使选民决定是否愿意让一名被判有罪的重犯入主白宫 然而 尽管特朗普有着法律和个人丑闻的历史 这位通过房地产积累财富的亿万富翁依然牢牢掌控着共和党 现年77岁的特朗普仍面临在华盛顿和佐治亚州的刑事审判 涉及他试图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的案件 以及在佛罗里达州关于他为归还从白宫带走的机密国家安全文件的案件 然而 他的筹款和政治支持依然强劲 他在许多民调中领先拜登 如果当选 特朗普无法在封口费案件中赦免自己 因为他是因州级指控而非联邦指控被定罪的 判刑 经过两天的审议 陪审团在五州生动的证词后做出了判决 这些证词吸引了全国的关注 曼哈顿地区检察官阿尔文·布拉格的团队便称 特朗普利用特朗普集团的记录隐藏封口费计划 从而影响了2016年大选 特朗普先生和他的同伙在这个案件中所做的一切都是谎言 检察官约书亚斯坦格拉斯在结案陈词中告诉曼哈顿的陪审员 证据真是压倒性的 主持审判的法官胡安 梅尔昌可能会判处特朗普监禁或急于缓刑 考虑到他的年龄和首次犯罪者的身份 梅尔昌在审判期间警告特朗普 如果他反复违反禁言令 可能会将他投入监狱 他还考虑了监禁一名前总统的安全要求 证据 审判的核心围绕着特朗普的前律师和修理工迈克尔 科恩 他因作伪证和其他罪行入狱 科恩支付了13万美元给丹尼尔斯 以让他对其2006年与特朗普的所谓关系保持沉默 丹尼尔斯在2016年10月威胁要公开此事 那时通行好莱坞录音带曝光 特朗普在录音中讨论了性侵女性的行为 据科恩称 特朗普说 这是个灾难 完全的灾难 女人们会讨厌我 男人们可能觉得这很酷 但这对竞选活动来说将是个灾难 科恩作证称 他多次与特朗普讨论丹尼尔斯 特朗普批准了封口费协议 他说 特朗普授权一项计划 总共向科恩偿还42万美元 包括支付给丹尼尔斯的支票 支付给另一供应商的款项 税款分配和奖金 科恩告诉陪审员 他提交的发票虚假的标注为法律费用 而不是报销款 检察官说 34项伪造商业记录的指控 涵盖了他的11张发票 11张支票 以及12张公司凭证 尽管科恩受到严厉攻击 陪审团还是认定特朗普有罪 特朗普的律师托德布兰奇攻击科恩是一个连续撒谎者 从爱特朗普到恨他 然后通过写书和播客谴责他的前老板赚了数百万美元 科恩是合理怀疑的化身 布兰奇说 迈克尔 科恩是最伟大的骗子 他真的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骗子 尽管在审判前承诺会出庭作证 特朗普最终没有作证 然而 陪审员听到了一段科恩秘密录制的特朗普的录音 看到了他的录像片段 并阅读了他关于科恩和丹尼尔斯的推文 审判亮点 检察官说 阴谋始于2015年8月在特朗普大厦举行的一次会议 会议由特朗普 科恩和国家询问报前首席执行官大卫 佩克尔参加 佩克尔作证说 他承诺充当特朗普竞选活动的眼睛和耳朵 发表正面文章并攻击对手 但更重要的是 佩克尔表示 他会在听到负面消息时通知科恩 佩克尔解释了他的公司 美国媒体公司 为何向前花花公子女郎卡伦 麦克杜格尔支付了15万美元 以让他对自己与特朗普长达一年的婚外情 保持沉默 他说 他预计在特朗普竞选总统期间 会有女性站出来 讲述与他的故事 因为他被公认为最适合的单身汉 约会过最漂亮的女性 陪审员还听取了丹尼尔斯的证词 他详细描述了他在塔霍湖高尔夫锦标赛后 在特朗普的酒店房间内与他发生的性关系 特朗普经常在竞选活动中和法庭外的电视摄像机前评论审判 梅尔昌发现 特朗普违反了一项禁止他评论陪审员 证人和检察官的禁言令 法官一度威胁说 如果特朗普再这样做 就把他投入监狱 前总统没有再次违反禁言令 唐纳德 特朗普因伪造商业记录 以掩盖像一位色情明星支付封口费而被判有罪 成为首位被判重罪的前美国总统 由12人组成的陪审团一致裁定 结束了为期六周的审判 检察官指控特朗普策划了一场非法阴谋 以影响2016年总统选举 现在 特朗普在寻求再次当选总统时 将背负犯罪记录 法官胡安 梅尔昌将在未来几周内决定特朗普的刑期 伪造商业记录的最高刑期为四年监禁 但由于该罪行是非暴力犯罪 且特朗普没有前科 因此监禁的可能性很低 梅尔昌可能选择居家监禁 缓刑或其他较轻的监督释放形式 法官还可能处以罚款或社区服务 特朗普肯定会对判决提出上诉 这一过程可能需要数月甚至数年 同时 他还面临另外三起案件的广泛形式指控 两起涉及颠覆2020年选举结果 另一起涉及离任后囤积机密文件 但这些案件在选举日前开庭的可能性不大 政治影响 尽管这一判决具有历史性 但目前没有证据表明 特朗普在封口费案件中的定罪 会大幅改变他在2024年竞选中的前景 在许多摇摆州的民调中 他小幅领先于现任总统乔拜登 这一领先优势在整个审判期间保持稳定 造成这种可能缺乏影响的一个原因是 这起案件的核心事件及其周边事件早已广为人知 华尔街日报在2018年首次披露了他们 由于审判没有电视直播 许多选民对法律程序的细节并不清楚 最近的民调显示 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封口费案比特朗普的其他三起案件要轻微的多 昆尼皮亚克大学在5月中旬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 46%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在封口费案中做了违法的事情 29%认为他做了不道德但不违法的事情 21%认为他没有做错什么 共和党内的特朗普盟友在整个审判过程中一直支持他 大批当选的共和党人和其他代言人在曼哈顿下城的法院大楼每天轮流陪伴他 选举前夕的支付 由七男五女组成的陪审团经过一天半的审议后做出了有罪判决 陪审团发现 特朗普伪造了反映他向前律师迈克尔 科恩支付的一系列款项的商业文件 这些款项用于偿还科恩在2016年大选前12天支付给色情明星斯托米 丹尼尔斯的13万美元封口费 当时 丹尼尔斯威胁要公开他与特朗普十年前的性关系 特朗普通过科恩作为中间人与丹尼尔斯达成了保密协议 以确保他的说法不会损害他的白宫竞选 但当特朗普后来偿还科恩时 他在公司账簿上将这笔钱虚假的标记为法律费用 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的检察官指控特朗普34项重罪 指控他伪造了11份发票记录 12份总账条目和11张支票 其中一些支票是特朗普用黑色记号笔签署的 为了认定特朗普有罪 陪审团必须毫无疑问地认为 特朗普市带有欺诈意图伪造了记录 而且他这样做是为了实施或掩盖另一项犯罪 检察官便称 这一潜在犯罪是违反纽约州选举法 禁止通过非法手段推动候选人 检察官表示 支付给丹尼尔斯的封口费违反了竞选财务法 检察官还表示 特朗普对科恩的偿还安排违反了税法 特朗普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 长期以来将此案描述为骗局 早在2023年春季被起诉之前 这位前总统就声称调查是出于政治动机 在审判初期 他指责陪审员95%是民主党人 他还在几个月内多次攻击法官称其为暴君 以及提起此案的当选民主党检察官曼哈顿地区检察官阿尔文·布拉格 称其为动物 他多次攻击案件中的证人 违反禁言令十次 被罚以蔑视法庭 罚款一万美元 并面临监禁的威胁 报协议与性丑闻 审判为这一以广为人知的故事增添了新的细节 涉及该国顶级小报之一 一位总统候选人和一位色情明星 审判中出现了20位控方证人 其中许多人与特朗普有着长期 且在某些情况下是肮脏的历史 国家询问报母公司 美国媒体公司的前首席执行官大卫 佩克尔首次公开谈论了 他在支付计划中的角色 他在2015年8月的特朗普大厦会议上 与特朗普和科恩达成了协议 充当特朗普竞选活动的眼睛和耳朵 佩克尔作证称 他告诉两人 他会发表宣传特朗普 并诋毁其竞选对手的故事 这导致陪审团看到了一系列离奇的小报头条 例如本卡森切开了我的大脑 佩克尔还表示 他同意在听到关于特朗普的负面消息时 通知特朗普竞选团队 以便提前消除这些威胁 这一协议的第三部分 所谓的抓捕并杀死协议 导致了三次支付以消除潜在的特朗普负面故事 在特朗普的指示下 佩克尔作证称 奥密支付了其中两笔 三万美元给一名前特朗普大厦的门卫 他正在出售关于特朗普私生子的故事 佩克尔认为这是假的 15万美元给前花花公子摩特卡伦麦克杜格尔 他声称与特朗普有一年的婚外情 第三笔抓捕并杀死协议 是13万美元支付给丹尼尔斯的款项 科恩试图说服佩克尔支付 但佩克尔说 他已经为特朗普支付了太多钱 因此拒绝了 案件核心 丹尼尔斯自己详细作证 描述了他在2006年塔霍湖高尔夫锦标赛期间 在特朗普酒店套房内与他发生的性关系 特朗普否认丹尼尔斯的说法 在他作证时低声骂了胡说八道 特朗普的忠实支持者 2016年竞选和白宫期间为他工作过的霍普 希克斯作证 将特朗普描绘成一个家庭男人 他在证人席上对前老板表示支持 告诉陪审员 特朗普寻求压制丹尼尔斯和麦克杜格尔的指控 是为了保护他的家人免受潜在的尴尬 但他最终也承认 特朗普曾对他暗示 他与丹尼尔斯达成协议 是为了保护他的竞选 这一供述支持了检察官的论点 并使希克斯泪流满面 从修理工到对手 最关键的证词来自科恩 控方的明星证人 这位曾经的修理工变成了激烈的对手 他提供了三天半的证词 将他的前老板直接与丹尼尔斯和麦克杜格尔的交易 以及偿还计划联系在一起 据科恩说 特朗普在前特朗普集团首席财务官艾伦 为塞尔伯格在2017年1月的特朗普大厦会议上 向他简要介绍了该计划后 亲自批准了偿还计划 因为科恩是唯一作证说 特朗普直接指示他达成丹尼尔斯交易 并授权偿还计划的证人 所以陪审团相信科恩对控方来说至关重要 同时他也是最不可靠的证人 科恩带着自己的犯罪记录和其他信誉问题来到审判现场 这位特朗普的辩护律师提供了丰富的交叉质询目标 在特朗普律师托德·布兰奇的质询下 科恩承认他打给特朗普的电话可能与丹尼尔斯交易无关 此外 科恩还承认作为偿还努力的一部分 他从特朗普集团偷了6万美元 然而 陪审团没有听到案件核心人物的证词 特朗普本人 尽管他在几次场合暗示他会亲自出庭为自己辩护 但最终他选择了不出庭 避免了在交叉质询中面对一系列有损问题的可能 回顾2016年竞选 控方还带领陪审员回顾了2016年选举的最后几周 这一时期以通行好莱坞录音代的发布为开端 几位证人作证称 这引发了特朗普竞选团队的恐慌 并提高了他在女性选民中的地位警报 促使他试图与丹尼尔斯达成协议 尽管梅尔昌阻止检察官在法庭上播放录音带 但陪审员看到了特朗普吹嘘自己对待女性的录音带抄本 他说他可以抓住他们的下体 并看到了他在被指控性侵犯和骚扰女性后 为自己辩护的视频片段 特朗普的律师只传唤了两位证人 一名律师助理和2018年与科恩协商的律师罗伯特·科斯特洛 尽管科斯特洛的证词旨在削弱科恩的信誉 但他在证人席上的不礼貌行为可能掩盖了他的说法 即科恩告诉他 特朗普与丹尼尔斯的支付无关 另一个失败与布拉格的胜利 前总统的刑事定罪是在一系列民事案件的法律失败之后发生的 包括一月份作家议 Jean Carroll提起的诽谤诉讼中8300万美元的判决 以及二月份纽约州总检察长提起的欺诈案件中5亿美元的判决 对于继承特朗普调查 并在面对包括民主党同僚在内的对起诉可行性表示怀疑的情况下 提起诉讼的地区检察官布拉格来说 这一判决可能是重大解脱和对其努力的肯定 尽管布拉格在公共场合对该案发表的言论很少 并且只偶尔参加审判 但他在12月与WNYC电台的采访中透露了他对该案的看法 核心不是卫性付钱 布拉格说 我们会说这是关于阴谋破坏总统选举 然后在纽约商业记录中撒谎以掩盖这一点 欢迎来到六度解析 我们来看纽约时报报道 检察官在纽约对郭文贵提起诉讼 指控他诈骗投资者10亿美元 他的律师告诉陪审团 郭文贵是在建立一个反共运动 作者 麦克尔 福塞斯 中文名字 傅才德 自2017年以来 麦克尔 福塞斯 一直在报道郭文贵 郭文贵的律师便称 这位流亡的中国亿万富翁被控诈骗超过10亿美元的投资者 但他实际上并不需要他被指控盗取的钱 周五在曼哈顿联邦法院的开庭陈述中 郭文贵的律师萨布利纳 施罗夫也指出 郭文贵不会欺骗那些投资他各种项目的数千名支持者 因为那样会破坏他推翻中国共产党的努力 施罗夫女士说 这不仅不合逻辑也违背常识 郭文贵 自2023年3月以来一直被关押在布鲁克林的联邦居留中心 当时他在其价值6800万美元的曼哈顿公寓被逮捕 并被指控诈骗和洗钱 检察官称 郭文贵向投资者承诺其媒体公司的股份或加密货币 但实际上这些钱被用来资助他的奢华生活方式 他的购买包括一艘游艇 一辆价值400万美元的布加迪跑车 以及一座价值2600万美元的位于新泽西州的5万平方英尺的豪宅 政府检察官麦卡福格森森在开庭陈述中说 郭文贵把投资者的钱花在自己身上 郭文贵进行了大规模的单一骗局 在北京 郭文贵曾是一个富有的房地产开发商 并与一位有权势的情报官员结盟 在那位官员被中国当局拘留后 他于9年前逃往美国 2017年 郭文贵开始在推特 YouTube 以及后来通过自己的媒体公司 公开发表对一些中国高官的批评 他的指控引起了中国政府的敌意 中国政府称其发布了一份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令逮捕令 他在中国被控包括贿赂和强奸在内的罪名 在特朗普政府期间 郭文贵与美国右翼成员结盟 包括史蒂夫 班农 2020年6月 郭文贵在纽约港的一艘船上宣布成立新中国联邦时 班农先生站在他身边 他的反共立场吸引了世界各地成千上万人的支持 他们对这位富有的前内部人士攻击中国执政党感到兴奋 政府称 正是这些忠实支持者被郭文贵欺骗 投资了他 那些失去钱的人中有一些将出庭作证 福格森森先生说 政府的案件还依赖于郭文贵前雇员的证词 银行记录和他制作的视频 但检察官也可能需要说服陪审团另一件事 郭文贵既可以是一个罪犯 又可以是反共的 为此 在周五早些时候提交的一份文件中 检察官要求法官禁止辩方辩称 郭文贵受到中国政府的待遇 表明他没有犯诈骗罪 他们引用了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 本周关于辩方策略的文章 纽约南区的检察官写道 辩方似乎已经表明其打算为明显不允许的目的提供此证据 并支持不正当的论点 作为回应 郭文贵的律师表示 郭文贵有权辩称 他不会为了他不真正需要的钱 而放弃他历经艰辛帮助建立的政治运动 随着审判的开始 法官安娜丽莎 托雷斯提醒由六男六女组成的陪审团 开庭陈述是辩论 不是证据展示 施罗夫女士遵循了这些指示 向陪审团展示了郭文贵与中国当局关系的证据 他说 郭文贵离开中国是因为他挑战了中国共产党 他们对他非常不满 事实上 在离开中国之前 郭文贵的庇护人是中国最可怕的组织之一 国家安全部的一位高级官员 只有在那位官员马建英腐败指控被拘留后 郭文贵才离开了中国 马先生后来被判处无期徒刑 郭文贵在美国待了两年 才公开谈论中国高级官员的腐败 即使那时 他最初也小心翼翼地不批评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 2017年4月底 当他在曼哈顿公寓与纽约时报记者会面时 郭文贵走出房间接了一个电话 记者们被告知 来电者是习近平的一位高级助手 评审首日 托雷司法官只是陪审员返回 检察官传唤FBI的埃林·麦克纳玛拉作为第一证人 麦克纳玛拉作证说 他们在373塔科尼克路执行搜查令 试图逮捕郭文贵 虽然郭文贵不在 但他的妻子 女儿和女儿的男友在场 搜查期间 他们扣押了一辆红色蓝博基尼 并有大约40名FBI人员参与 在交叉询问中 郭文贵的律师质问 麦克纳玛拉是否事先了解郭文贵 以及是否与名叫罗宾的人有过交流 麦克纳玛拉确认 他没有只知道一个叫瑞秋的人 律师还询问了男友的情况和郭文贵在纽约的住所 随后问到了兰博基尼的钥匙和谁驾驶了这辆车 在在交叉询问中 麦克纳玛拉表示 他不知道任何将郭文贵与这辆车联系起来的证据 检方强调了一段显示郭文贵驾驶这辆车的视频 麦克纳玛拉表示 对此不知情 郭文贵的律师便称 驾驶车辆不等同于拥有 下一位证人 来自达拉斯兰博基尼的冯苏坎先生 确认将一辆车卖给了G-Clubs 托雷斯法官说 请让陪审员返回法庭 书记员说 陪审团入场 托雷斯法官说 政府 请传唤你的第一个证人 检察官说 政府传唤埃琳 麦克纳玛拉 你在哪里工作 麦克纳玛拉说 在联邦调查局 检察官说 在具体日期 你担任什么角色 麦克纳玛拉说 我们在康涅迪格州 格林威治的373塔科尼克路 执行搜查令 我们有郭文贵的逮捕令 检察官说 他在现场吗 麦克纳玛拉说 不在 但他的妻子 女儿和女儿的男友在场 检察官说 他们的名字是什么 郭的律师说 反对 托雷斯法官说 反对无效 郭的律师说 我们可以上前吗 耳语的策谈 检察官说 显示3514-48 你在搜查中担任什么角色 麦克纳玛拉说 我是协调员 检察官说 你们是否扣押了一辆红色蓝波基尼 麦克纳玛拉说 是的 检察官说 有多少FBI人员参与 麦克纳玛拉说 大约40人 检察官说 这个豪宅有人居住吗 麦克纳玛拉说 是的 有衣服和食物 他们有两只狗 狗床 检察官说 FBI搜查后的照片会如何处理 麦克纳玛拉说 我们会制作副本 包括一个工作副本 检察官说 他们被送到哪里 麦克纳玛拉说 纽约FBI 郭德律师说 麦克纳玛拉女士 在搜查之前 你知道关于郭文贵的任何事情吗 麦克纳玛拉说 不知道 郭德律师说 你是否与人会面 并讨论他可能在哪里 麦克纳玛拉说 没有 郭德律师说 你是否与一个叫罗宾的人 有过邮件往来 麦克纳玛拉说 我不认识罗宾 麦克纳玛拉说 瑞秋 郭德律师说 瑞秋 罗宾 你们打算逮捕郭先生吗 麦克纳玛拉说 我的团队负责搜查 郭德律师说 让我帮你回忆一下 3514 男友主着拐杖吗 麦克纳玛拉说 是的 郭德律师说 你知道他在纽约有房子吗 麦克纳玛拉说 我知道他们在其他地方执行搜查令 郭德律师说 你知道郭先生在美国的身份吗 检察官说 反对 托雷斯法官说 请上前 郭德律师说 蓝波基尼的钥匙在车里找到的吗 麦克纳玛拉说 没有 郭德律师说 有人实际驾驶这辆车出车库吗 麦克纳玛拉说 我不知道 在交叉询问 郭德律师说 所以你不知道 有什么将郭文贵与这辆车联系起来的证据 麦克纳玛拉说 没有 检察官说 你知道有郭文贵驾驶这辆车的视频吗 麦克纳玛拉说 不知道 郭德律师说 一个人可以驾驶一辆车而不拥有它 对吗 麦克纳玛拉说 是的 下一个证人 检察官说 达拉斯兰伯基尼的冯苏坎先生 你卖过一辆给G-Clubs吗 冯苏坎先生说 是的 突发 2024年5月28日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一审公开宣判 中国华融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原总经理白天辉 受贿一案 对被告人白天辉以受贿罪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对白天辉受贿所得财物及其资息予以追缴 上缴国库 不足部分 继续追缴 在此之前 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2021年1月29日上午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 对赖小民执行了死刑 他曾任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 经沈理查明 2014年至2018年 被告人白天辉利用担任华融香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业务拓展三部负责人 总经理 投资银行部董事总经理 中国华融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资本运营总监 总经理 总经理 董事 副总经理 总经理职务上的便利 为相关单位在项目收购 企业融资等事项上提供帮助 非法收受财务 共计折合人民币11.08亿余元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被告人白天辉的行为构成受贿罪 白天辉受贿犯罪数额特别巨大 犯罪情节特别严重 社会影响特别恶劣 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 罪行极其严重 依法应当判处死刑 虽然白天辉揭发他人重大犯罪行为 并提供侦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线索 军经查证属实 具有重大立功表现 但综合其所犯受贿罪的事实 性质 情节 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 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 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2019年 华融系四名原高管涉嫌受贿罪案件 已由天津市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 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据当时的公告 中国华融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原党委副书记 董事会董事 总经理白天辉 涉嫌受贿罪一案 由天津市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 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 由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份院审查起诉 近日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份院依法对白天辉作出逮捕决定 此外 还有华融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原党委书记 董事长汪平华 以及中国华融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郭金桐 华融贵阳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原副总经理赵子春 华融案 在白天辉之前 原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赖小民已经被执行死刑 2019年2月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 董事长赖小民涉嫌受贿 贪污 重婚一案 由国家监察委员会立案调查 调查终结后 移送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经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指定管辖 交由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份院审查起诉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份院已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赖小民享有的诉讼权利 并讯问了赖小民 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 检察机关起诉指控 被告人赖小民利用担任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办公厅主任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党委副书记 总裁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 华融香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兼等职务上的便利 为他人谋取利益 或利用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 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索取 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 或同他人 利用本人职务上的便利 非法占有巨额公共财物 在与妻子合法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与他人长期以夫妻名义 共同居住生活 依法应当以受贿罪 贪污罪 重婚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 2020年8月11日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 赖小民受贿 贪污 重婚一案 2020年8月 赖小民案涉案财物近17亿元已追缴到位 剩余款项因涉其他再办案件正在追缴 2021年1月5日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 由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份院提起公诉的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 董事长赖小民受贿 贪污 重婚一案 对被告人赖小民以受贿罪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储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以贪污罪 判处有期徒刑11年 并储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00万元 以重婚罪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决定执行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储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2021年1月21日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对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 董事长赖小民受贿 贪污 重婚案二审公开宣判 裁定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2021年1月29日上午 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依照法定程序 对赖小民执行了死刑 中国华融成立于1999年 是为对口接收处置工商银行不良贷款 成立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2009年 赖小民由中国银监会 原调任中国华融 实质华融处置完工商银行玻璃的6800亿元不良资产 面临十年存续期大限后 何去何从的命运关口 公司连年亏损后 净资产只有156亿元 他往上升的话 肯定需要业绩 他不会考虑长期的风险会怎么样 只要你第一时间把规模给我做出来 把短期利润给我实现出来 至于这个项目 三年 五年之后出现风险 他不管的 华融国际员总经理白天辉曾坦言 为了追求短期利益 中国华融不得不将资金投入房地产 股票等相对高风险的项目 赖落马后 华融置业员董事长汪平华 华融国际控股员总经理白天辉 华融国际控股员副总经理郭金彤 华融贵阳置业员副总经理赵子春 华融投资股份员董事长秦岭 华融系前高管杨洪伟 然小明等纷纷因涉案被查 分析指出 对赖小明和白天辉的判决和执行 体现了中国政府对反腐败的决心 通过对高层腐败行为的严厉打击 可以震慑其他潜在的腐败分子 促进政府和企业内部管理的透明度和公正性 同时 这也有助于恢复公众对政府和司法系统的信心 尽管目前反腐败行动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金融领域的腐败问题依然严峻 未来 中国需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 完善监管机制 确保金融市场的健康和稳定发展 此外还应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教育和监督 防范和遏制腐败行为的发生 白天辉受贿案的判决和之前赖小明案的处理 表明中国政府在反腐败斗争中的坚定态度和决心 这些案件不仅反映了中国金融系统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也凸显了加强反腐败工作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通过持续的反腐败行动 中国有望建立更加清廉高效的政府和市场环境 欢迎来到六度解析 我们来看南华报道 万达创始人王健林如何躲过恒大地产大亨许家印的命运 王健林和他的万达集团帝国的兴衰 是一家大型私营企业如何在中国的经济潮流和政策周期中漂浮的典型故事 但王的积极举措 确保了他和万达没有遭遇负债累累的恒大集团创始人许家印的同样命运 八年前 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被问及如何成为亿万富翁时 时任中国首富的王健林给出了一个至今仍被频繁引用的答案 首先你设定一个可以实现的小目标 比如赚一个亿 然而 多年来 王健林的财富从2016年的2150亿元缩水到2023年的300亿元 约合4.1亿美元 失去了1800多个小目标 与此同时 他所创建的万达集团帝国 从一个拥有广泛全球足迹的企业集团 缩小到一个主要从事 商业地产的国内公司 这归因于其为清偿巨额债务而出售的大量资产 王健林和他的公司兴衰 是一家大型私营企业如何在中国的经济潮流和政策周期中漂浮的典型故事 这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他在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多次调整中幸存下来 避免了许多其他公司的命运 北京中国企业研究所智库研究员唐大杰表示 在过去的十年中 随着经济的繁荣 中国的房地产行业从高峰期自由落体般下滑 政府对海外投资的态度不断变化 债务驱动的扩张被增长和去杠杆化取代以防范风险 且新冠疫情扰乱了经济增长轨迹 然而 包括恒大集团和海航集团在内的商业巨头在巨额债务下倒塌 而万达则早早转变了其商业模式 成为轻资产公司 从而得以生存 2015年左右 正值万达的黄金时代 记录中国富豪的胡润百富榜 自1999年以来发布的鲁破特 胡格沃夫参观了万达在中国东部合肥市开发的一个房地产项目 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 该公司在18个月内购买了一大块土地 并将其开发成一个包含住宅 酒店和主题公园的商业综合体 他回忆道 这个项目的成长速度 令人难以置信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说 那种速度简直惊人 我被彻底震撼了 随着业务扩展到旅游 娱乐和体育 该公司还开始全球扩展 利用银行贷款 在全球进行收购 在向世界输出中国文化的口号下 万达准备成为全球生活方式巨头 拥有许多知名品牌和雄心勃勃的项目 这些项目包括美国的AMC娱乐影院链 瑞士的体育营销公司Infront Sports与Media 以及西班牙足球队马德里竞技 那时 中国政府鼓励企业走出去 2014年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是2002年的45.6倍 年负荷增长率为37.5% 海航集团也加入了海外收购的狂潮 利用高杠杆促成交易 这后来引发了风险担忧 这种狂热也引发了资产转移的猜测 我赚自己的钱 只要不是我印的 我喜欢投到哪里就投到哪里 王健林在2015年央视主办的一个论坛上说 尽管在随后的几年里 政府加大了打击力度 迅速清理海外资产 王健林仍坚持万达是跨国公司 每年都有很多外国同事参加年会 工作报告也有同步翻译 这些都是国际化的标志 王健林在2019年初的公司年会上说 2017年 在外汇大量流出和资本管制收紧的背景下 当时的商务部长高虎成 公开警告中国企业 不要进行盲目海外投资 称其风险巨大 并誓言积极引导 随后 多个部门 包括央行在内 发布了联合指令 限制此类投资 特别针对房地产 酒店 影院和体育俱乐部领域 这些领域均涉及万达 国内银行很快将指令付诸实施 要求万达提前偿还其收购的多个海外项目贷款 这标志着其资产出售 以维持生存的开始 2017年 万达总资产减少了11.5% 主要是由于在中国出售了13个文化旅游项目和77家酒店 王健林在2018年的年会上说 根据王健林的数据 万达还清理了许多海外资产 仅剩下总资产的7% 然而 随着万达退出香港股市和回归中国A股的梦想破灭 房地产市场开始下滑 新冠疫情重创商场和影院 万达的债务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不断膨胀 自2016年底以来 中国官员开始重申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立场 以冷却过热的市场 这一口号在2022年底才从官方叙述中消失 当时北京在经历了三年的广泛封锁后放弃了清零政策 在此过程中 一波债务违约席卷了中国房地产行业 去杠杆化成为政府指令的主旋律 北京研究员唐大杰表示 王健林是最早遇到麻烦的房地产大亨之一 但由于万达自2017年以来转向轻资产策略 他也是少数几位在多次政策调整中幸存下来的大亨之一 像许家印这样的房地产开发商实际上无法逃脱浪潮 因为他们拥有大量资产 他指的是中国负债最多的房地产开发商恒大的创始人 出售固定资产以低价证明 王健林比许家印更有远见和预见性 北京清华大学社会学荣誉教授孙立平表示 作为前士兵和低级政府雇员 王健林了解系统的内外 既了解市场也了解权力 既知道他能控制什么 也知道他不能控制什么 孙在2022年的一篇微信文章中写道 因此他在别人不理解的时候理解 在别人犹豫的时候采取行动 今天万达的出售狂潮体现在北京万达广场的出售上 尽管如此 员工仍将在总部继续工作 金融新闻提供商华尔街见闻上月报道称 在2010年代中期 当王健林给出小目标建议时 他很容易见到 直言不讳 愿意接受采访 我记得参加他的一次演讲 他的团队将他与 微软创始人 比尔 盖茨 和 伯克希尔 哈萨维创始人 沃伦 巴菲特等大人物进行比较 胡润说 你会感觉到 他的网络中有巨大的野心 但人们已经开始警告 他的商业模式带来的风险 称其在万达广场 在中国迅速扩张的同时 积累的债务非常危险 作为财富在于风险的坚定信徒 王健林在同一时期发表了著名的关于勇敢的言论 包括 无论你是清华还是北大的学生没有勇敢是行不通的 北京中国企业研究所的唐大杰表示 许多商业领袖在经历了所有的起起落落之后会选择低调 但王健林没有 清华大学的孙补充说 勇敢是第一代推动中国经济崛起的中国企业家的主要特征之一 勇敢 无畏和冒险是他们野蛮成长精神的一部分 他说 但近年来 这显然已经变得不合时宜 因为北京强调风险管理和利用现有资源增长 以追求稳定的后疫情经济复苏 随着王健林继续清理资产 他在公共场合也保持沉默 自2018年以来 他很少接受采访或发表演讲 自2019年以来 万达停止发布他的年度演讲 他的独子王思聪 以高调花花公子的形象和在微博上拥有4000万粉丝而闻名 自2022年 其社交媒体账号被封后 也变得不再张扬 当时他公开质疑一种治疗新冠病毒的重要的有效性 王思聪最后一次出现在主流媒体是去年11月 当时他作为北京欢聚商业管理公司董事长 与山东省泰安市的中共书记会面 签署了关于健身和休闲综合体的合作协议 根据中国企业数据提供商企查查的数据 公开表示 拒绝接管父亲业务的王思聪 仍控股47家公司 主要涉及体育 娱乐和咨询 王健林在过去一年中花了大量时间 考察文化和旅游领域的潜在项目 因为该行业在疫情后 比其他行业反弹更大 三月份 由以亚洲为重点的私募股权投资集团PAC 中信资本和Aries Management组成的投资财团 同意向万达的新地商业管理公司 注资600亿元 83亿美元 很难说万达未来会走向何方 但目前看来 它与其他行业玩家相比 处于相对安全的位置 中国企业研究所的塘补充到 许多商业领袖在经历了所有的起起落落之后会保持低调 但王健林没有 王健林是众多发表声明 欢迎中央政府支持私营经济的重大指令的企业家之一 他表示感到非常振奋 由于商业信心仍然低迷 该指令为处于困难时期的私营经济带来了一场清新的雨 并使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在中国政府政策对私营企业来说总是至关重要的 无论是在其上升过程中还是现在的下降过程中 香港大学金融学讲座教授陈志武说 现在许多私营企业家明白 经济和政治改革必须齐头并进 没有一个另一个无法长期维持 他们知道除非进行系统性的经济和政治改革 否则私营企业的命运将继续变化